該大學結合吉他單位基盤雕蟲小技 農業海棠 一個環境優勝風地主宰店 已經在太空教育館開幕 讓婚家男的孩子可以來參觀 了解農業社會的狀況 或者是有一些昆蟲的故事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 農業有關 跟昆蟲有關 所以這個展覽大家值得來看 雕蟲小技 當然是跟他地区 比較常看得到農業海棠 最近一問的費洛蒙 成功風地上主宰 加帶進到幾位世界之最的燈区 有世界最大的好點 世界最大的 也要上整個的實體標本 希望可以帶給泄民一個 具有知識 而且有豐富內容的一個展覽 讓大家都可以了解 農業害蟲的一個防治 跟在農業上面 怎麼樣去利用友善資材 在促進農業的一個發展 副校長陳瑞翔表現 這份電影給大眾設施 農業海棠的風地 優勝主宰的促進發展 這麼可以跟太空館合作 為農業共享心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 在農業防治之外 我們也根據說 我們的作物的類別 我們有分蔬菜 果樹跟糧食作物 他們的重要的害蟲 以及他們非農藥的一些 環境友善防治資材 展覽給大家 以及這些農業害蟲 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但是它卻非常的小 那我們覺得大家 平常生活中都忽略了它們 我們就把它做成漂亮的標本 然後展示出來給大家 希望大家除了從菜市場 認識它們以外 也可以從我們的這種 具有科學意義的展示中 去展示它們 蝦天鑑達告訴林彥博說 海棠和生活是真有關係 而且他們吃小吃的不好發覺 營出加油界的展覽 可以讓民眾親自的食材 更有科學意義 希望鹹洲農業 對地球的傷害 在地球生產和環保機関 處理的兵性 記得環佩蓋的觀察 超音波多 那麼有的 嘩 這樣 好 你看